一般布料來說,我們傳統製作 或者現在怎樣製作都好 我們都特別關注三個Paramita 第一個就是甲醛 第二個就是吐淡染料和酸鹹值 例如甲醛 甲醛會刺激我們的呼吸道 刺激我們的皮膚 就會造成非常不適 而且甲醛亦是一個非常勁的致癌物 吸收得多都會增加患癌的風險 對於小朋友都影響到很深遠 至於那個吐淡染料 它經過人體吸收之後 我們人體就有可能會將它分解 變成了一些初級方向胺的化學物 它的初級方向胺 亦都是一個非常強的致癌物 我們都不希望我們小朋友的校服 會接觸到這些化學品 最後,酸鹹值 太極端的酸鹹值 最直接影響的是小朋友的皮膚 可能會出現紅腫、不適、痕癢 可能小朋友穿著不舒服 也會影響學習之類的 加上學校可以看一些測試報告 例如CMA的報告 上面都會有清楚列明 甲醛、酸鹹值 以及吐淡染料的測試結果 報告亦都很清楚標明了 國際的標準是怎樣的 我們可以一眼就看得出 究竟這個產品是否符合國際的要求 家長和學校方面 亦都可以透過看這些報告 了解到究竟他們買回來的產品 校服產品 究竟符不符合安全的要求 由於甲醛都是會用於水的 所以為了安全起見 都建議家長買了校服後 都清洗一次 除去可能殘留很少量的甲醛 清理後才穿 就會更加安全 其實現在傳統校服 我想有30年都沒有變過 其實我們如果自己穿衣服 例如以前行山和現在 都已經很不同了 其實現在科技發達了 其實很多人用了不同的物料 去做不同的功能 譬如很簡單 如果用環保來計算 首先環保來計算 最簡單最基本 就是一種叫做環保的膠盡 它們是膠 它們會變成一條沙 形式一下 即是適合布 這樣可以去做 可以重環再做 現在就是有機棉 現在亦都有一些用粟米 用玉米出來製成的 用米纖維出來的布料 竹籤的布料 甚至一些木的布料 即是用木纖維去做 為何會做這件事呢 第一這是環保 輕生 其實你會見到 很多都是有些不用怎麼打理 是不用怎麼躺的 躺幾下就搞定了 這樣形式的做法 還有譬如好像竹籤 例如很涼爽的 它本身是 以前的人是用來做 好像抱枝一樣 在床上的形式的做法 現在又多了這些功能 它們會善用這件事 就做得會更好 做得會更舒服 還有還有 現在有做了這些東西 其實它會更耐用 以前可能洗十次 二十次 三十次就會霉 現在可能洗一百次都不會霉 就是這樣形式 這就是主要它們的一些特性 好了 關於功能方面 當然有不同的功能 現在有很多一些 360度的彈性 穿得出來舒服一點 以前那些衣服穿完之後 就很緊 現在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彈性的情況下 穿得更加舒適 這樣更加涼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